九江市民搜集到珍贵影像资料 日军侵占暴行 又添新罪证 国家专项计划今天开始招入 今天入福 我省高温来袭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关注百姓生活新闻与您同情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夜行 我是周琳 我们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今天省长陆星社主持召开第4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 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接下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我省今天召开减排工作汇报会向环保部国家核查组一行介绍了我省 2015年上半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情况 副省长郑卫文出席并讲话 他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既是国家考核的刚性要求 更是我省发展升级的内在要求 要以此次核查组发现的问题为抓手 开展专项整治督促整改落实期限到位 确保减排设施 国控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高效稳定运行 继续我们的夜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议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最近九江一位市民向记者提供了一段 日军侵占庐山时拍摄的纪录片 视频清晰地反映了日军侵华时 在九江地区犯下的累累罪行 纪录片日文名叫战小兵队 翻译成中文名叫战争中的士兵 全长65分钟 制作人名叫松奇奇次 根据九江地方史之办副主任柳秋龙介绍 这部纪录片应该是日本一位随军的战地记者 在1938年拍摄的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日军侵略九江 侵略我们卢山地区的一个铁镇 因为它背后就是吴老峰 那么按照死掉的记载 这个日军是1014团 从鄱阳湖的这个海汇到新子这个地段登陆的 那么他们登陆之后 他们就在这里先在这里驻扎了一段时期 做战前的一个准备 纪录片短短几分钟的逃难场景 就是中国老百姓深陷灾难的一个开始 柳秋龙说 他们曾经沿着这条战争路线了解到当时经历战争的百姓 他们都是躲在这种山洞里面 像我们这个新子的老百姓就躲在那个黄岩瀑布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山洞里面 那么赛阳的老百姓呢 就躲在那个这个卢山西面的这种像蝙蝠洞啊 很多的山洞里面 藏身小孩带着去 像我们现在登那个新子的那个秀风瀑布 他们呢就是连夜带着小孩脱家带口 就往上面爬 那么小孩半夜的走不动的时候呢 就顺着那个那个山坡啊 就掉到那个水里面去 视频中整个村庄看起来一片荒芜 日本兵占用民房作为指挥部指挥作战 可以清楚地听到屋子外面炮火融融 有那个毛孔啊 还有土砖房啊 全部倒塌了 还有那些消息 那些烟呢 那个还没有吸的那种场景 这个是说明日军一来到中国这个土地上 就进行了这种烧杀 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现象 视频的最后描述了武汉沦陷后 日军进驻武汉的场景 虽然拍摄者没有刻意表现日军烧杀抢掠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武汉城在当时经历了一番怎样的细节 柳秋荣说日军拍摄这个是要宣扬他们战无不胜的神话 如今却恰恰成了日本清华的一个铁证 目的可能就是想通过这段视频回国去展示给他们的日本国民看 表明他们的这种士兵在中国是多么的勇敢 多么的作出牺牲 那么从我们中国人来看这个视频呢 我们感觉到这就是日军在清华过程中一段侵略的历史 展示给我们的十一段侵略的历史 提供视频的市民介绍 这部影片是他在几年前无意中从网上找到的 他希望通过这一段视频能够形象的反映日军在九江的暴行 也希望能够让人们牢记历史 不忘国吃 江西省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进入了第六天 目前提前本科批词文史理工类的录取工作基本结束 今天开始进入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次录取阶段 国家专项计划从2012年开始实施 全称是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由中央部门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为主 加上部分二本招生院校承担 我省有干县 岁川县 上饶县 乐安县等24个县市区内入 记者从今天下午由省教育考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参加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次录取的文史类院校共有69所 今天投档满额有61所 理工类院校共有169所 今天投档满额有153所 今年我省国家专项计划的声援情况总体较好 考生的志愿匹配度和志愿满足率稳步提高 本省院校略有缺额 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只进行一次投档 录取不满额的院校级计划将于7月15号通过新闻媒体并在网上公布 凡符合国家专项计划条件且未被录取的考生 可以进行网上征集志愿的填报 今天是入府步入一年中最热的三福天 今早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提醒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到37摄氏度 注意放述降温 昨天开始省城南昌就被热浪笼罩 告别前段时间的阴雨重回盛夏 据监测昨天南昌最高温升至34.5摄氏度 逼近35摄氏度高温线 而今天最高气温则达到36摄氏度 今年三福天一共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 按照历年情况我省一年中高温日数持续最多时段 极端最高温往往就出现在三福天气件 气象部门分析认为至少到本月下旬 我省将维持晴润高温天气 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 一些地方可能超过36摄氏度 专家建议大家应尽量避免在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外出 户外劳作人员更应注意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 避免大旱淋漓后突然进入温度低的空调房 也不应长时间待在低温封闭的空调房内进防空调病 此外应尝吃一些沥湿消暑养阴益气的食品 如绿豆 艺人 蔬菜 瓜果 百合等 此外三福天还是冬病夏至的好时机 此时进行中药穴位贴伏治疗可以调节脏腑功能 达到防治慢性疾病的目的 会让群众度过一个凉爽愉快的夏天 岁川县供电公司开展零点工程 实施零点作业施工 以最快的速度消除设备隐患 尽量降低延下应停电对居民的困扰 7月焦阳四火气温持续偏高 用电量急剧增高 导致对信城龙川大道与井冈山大道 10千幅电缆分支箱出现故障 前天凌晨一点多 当人们已经在梦想的时候 运检班组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施工人员通力协作互相配合 在两支应急灯和车灯的照明下 先后完成了拔出故障电缆 切除受损电缆部分 打磨氧化层操作 经过近五个小时抢修 六十五十八分所有工作结束 线路送电成功 零点施工 不要影响白天停电 保持这个客户 纯重 保持白天 难用上电上去 晚上苦点累点没关系 今年入夏以来 岁川县电网负荷履创新高 用电负荷已达到8.9万多千瓦 对电网可靠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保证迎风度下期间的检修工作及时安全 供电部门加强了高峰期间设备的特殊巡视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为避免停电作业不影响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施工人员放弃休息时间 实施零点行动计划 确实需要停电进行检修维护室 也尽量在零时以后至六时进行 把停电造成的不便降到最低 7月11号中午 一位来自河南的旅友 在平乡武功山一处悬崖 边游玩边拍照 不料掉下了山崖 平乡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接到求助后 立即前往展开救援 当天中午一点多 平乡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接到求助后 立即联合当地村民 徒步三小时赶到了事发地 事发地位于海拔1700余米的武功山 丰子江 据了解 事发当时来自河南的15名旅友 在此游玩 其中一位53岁的女旅友 在崖边拍照 不慎脚下一滑摔下了山崖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伤情比较严重 因为头部有大量出血 头部有轻鱼一块 可别睡千万别睡 救援队在简单询问了伤者的情况后 立即对伤者伤口进行了止血包扎 并用甲板固定好伤员 抬上担架进行搬运 直到7月12号凌晨1点 才到达山脚下 随后伤员被送上了正在等待的120救护车 提醒那些富安爱好者 包括游客 最好不要到那些危险地带去摊一时高兴 去看看风景拍照片 再考虑自己人身的安全 更多新闻资讯 一起来看一组 野航坐地 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 我省将第一批公布的156处优秀近现代建筑 纳入重点保护范围 坚决制止拆毁破坏行为 加大对破坏保护性建筑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传承城市历史文脉 近日1600多只蟹苗投放军珊瑚 这批军珊瑚大闸蟹 有望在明年10月底爬上市民餐桌 据了解 这次投放的蟹苗质量比往年要好 蟹苗个头匀称 活力强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时节 在封城市托船镇的葡萄种植基地 放眼望去成片成片的葡萄树 挂满了串串果实 或紫或绿经营剔透 像一串串马脑 每年夏天葡萄成熟时 到此采摘葡萄的人络绎不绝 时至7月 蓝星高铁动车经过的甘肃明乐 山丹军马场 青海门园大通等地 沿线上百公里数百万亩油菜花盛开 列车飞驰穿梭在蓝天碧水 油菜花海之间被誉为最美高铁线路 昨天台风灿红外围影响山东省日照市 致使日照灯塔风景区掀起二十几米高的巨浪 吸引了游客在海边围观 7月12号 南京市民42岁的袁某 从南京秦淮区大明路长安汽车4S店 刚刚买了一辆新车 才开出4S店大门 由于操作失误 将油门当刹车 一头骑上了路边的树木 袁某随后报警 据了解 袁某驾照刚出实习期一个月 新手开新车才导致此次事故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7月10号 红油极限摩托车特技赛 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结束了惊险又精彩的赛事 最终来自法国的参赛选手 托马斯帕尔斯 夺得本战冠军 当天的比赛 在马德里的冰达斯斗牛场举行 这是西班牙最大的斗牛场 也是该国水平最高的斗牛表演场所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斗牛士们 都以在这个斗牛场表演为荣 牛气十足的赛车手们一出场 便引爆了全场的气氛 这也是托马斯帕尔斯第三次 在马德里追的会冠 他以高15米长30米的完美跳跃 而一举拔的头筹 现场观众不时为他的表现而发出惊呼 排名第二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 莱维·舍伍德 而此前表现出众的澳大利亚车手 克林顿·穆林 本轮只获得了第三轮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看天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